139 信報《財經新聞》 港上半年通脹率3.7% 2015年7月22日要文社評 A02本港6月消費物價按年升3.1% 高於5月的3%升幅,剔除政府一次承輸困措施 基本通脹率為2.6% 與5月相同 今年上半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3.7% 本港通脹率今年以來最高在2月,升至4.6% 4月跌至2.8% 5月及6月回升,但仍低於之前水平 去年9月通脹率增達6.6% 至於每月基本通脹率也由去年初一 到超過4%水平持續回落 政府統計處表示,消費物價指數在6月升幅擴大 主因鹹水與價格升幅擴大所致 由於部分住戶用元早前一次性電費補貼、電力、 燃氣及水的價格在6月的抗年升幅也較大 在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25% 住屋價格在6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幅達4.3% 其中供應房屋租金同月拓年升10% 施樓租金期內升3.8% 外出用膳、食品、雜項物品及雜項服務價格同步上揚 6月內用品、衣理及煙酒價格則6德漢年下跌 其中內用品的幅達5.8% 政府發言人表示,6月通脹大致持平 鑑於輸入通脹及本地經濟增長步伐溫和 短期通脹壓力依然受控 摩根大通報告認為,目前本港通脹壓力不大 預期今年全年通脹率為2.9% 要民港上半年通脹率3.7%